三日新聞團隊重返珍珠港 除了看到地表最強航空母艦卡爾文森 還停在港盤之外 我們也發現停泊在他旁邊的船隻 跟一個禮拜之前不一樣了 這次所停泊的船隻 是美國的兩棲船屋運輸艦 薩莫塞特號 在今年4月曾經參與過美飛聯合軍演 甚至還參與過實彈打擊 鐵輝船體船首藍色旗艇 加上這大大的25號 在卡爾文森號旁看來小鳥一人 薩莫塞特號兩棲船屋運輸艦 這個月2號來到堅珠港盤 甲板上官兵面對卡爾文森號 豎直腰杆 雖然看來精神抖擞 但事實上他們才從一個大型現場 遠渡重陽 今年4月美飛聯合軍演 薩莫塞特號雖然名為運輸艦 但它配有兩門MK44巨腹二式鍊炮 因此曾經執行實彈操演 並且在操演過程 打擊畫面上這一顆 名為殺手番茄的漂浮目標 校準設計能力 那這種軍艦呢 它是兩萬五千三百多 可以在一架到兩架的MV22 然後它的這個後艙呢 它是有那個兩棲艙 氣墊艇那種可以挺兩艘 在它後面 而不只是氣墊艇 這回三例新聞 前進美軍營區裡 3D獵鷹場采訪時 這裡官兵也這樣告訴我們 這兩大個貨櫃將在夏威夷8號被送到薩莫塞特號上 代表這回環態軍演它還能提供臨近船隻零件補給 這一回在出海演訓前趕上操演科目 因此看來小鳥依人 但卻是美國海軍的重要幫手 三例新聞燈為徐教委 夏威夷